最後輪到我了 大家好,我是楊總理 我是哲學清晰舞在台中的策劃人 其實我也是志工 哲學清晰舞其實是由一群志工 一個志工的團隊所組成 固定每個禮拜五在這邊舉行的一個公共論壇的活動 我剛剛看到有很多人其實是第一次來到哲學清晰舞 我很開心因為我們希望每一次來的人都是新面孔 新面孔就可以把不同的議題帶出去 其實我們今天要談到這個缺固軟車跟台灣黑熊之間的一些問題 我想說其實我們生活在2014年的台灣 我們都知道台灣在經濟過去 我們一直在追逐經濟的發展 在追逐經濟發展的過程其實我們有很多在地的人 我們也發現說 就像剛剛很多朋友提到說 也許你會喜歡清晰大自然 你去爬山 可是當我們去爬山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我們土地 一點一滴的開始在崩壞 然後我們看到我們生態開始變得太一樣 因為我們小時候那個吸水不再清澈 那山林也不再是那麼的翠綠 然後遭受到很多砍伐 或包含說各種動物的生態的平衡 也逐漸被遭受到迫害 那我們開始去反思說 那我們在追求我們的發展的過程裡面 也許我們想要觀光 那可是我們也要回過頭來 開始我們有很多的覺醒 那尤其在這幾年來 我們在台灣之後 在開始有各種各式各樣的 這個不同的公民運動 不管是環境的生態的 那包含公民政治運動 那這些不同的運動都在興起 那我覺得像哲舞 我們其實就希望可以扮演這樣一個 角色的一個平台 我們希望說透過不同的公共性的議題來討論 然後讓每個禮拜五我們在台中這裡 然後聚焦讓台中市民 討論我們在地的問題 然後不只是在地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討論到全國 甚至全球性的問題 那把這些所有的問題 讓我們來思考說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建立一個 什麼樣的美麗的國家 我們希望我們台灣 可以建立成一個 怎樣美好的一個社會 一個國家 那我覺得透過這樣一個平台 我們就可以開始這樣運作 那其實今天我們 這樣運作 我剛剛講過是透過一群很熱血的志工 來投入我們哲學新奇聞活活動 今天其實我們哲學新奇聞 應該說嚴格來講說 其實是嚴格分了兩場 剛剛柯律師跟我們都是從另外一邊趕過來 今天同時七點在市民廣場 有一群比較不怕天氣熱的在那裡 在戶外 我們有一群哲武的志工也在那邊 正在為了下修公投法 為了全面罷免這個不合格的這些立法委員 在努力做連署的運動 我們有一群的哲武志工在那邊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說 不同的訴求的這些社會的運動 那我們透過一個希望說 不斷的在聚集累積 然後我們也透過行動 所以包含說今天的這個活動結束 我們鼓勵大家說走出來表達自己的聲音 在禮拜天的下午也一樣到這個市民廣場 然後我們告訴政府我們的訴求 尤其我想說大部分我們生活在台中 台中市民 在過去長久以來 我們台中市已經變得胡志強勢 而不再是台中市 因為經過這十幾年 這個長期的執政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城市變得越來越不漂亮 越來越不美麗 那我們希望怎麼改變呢 我們就透過一個小小的地方 所有事情都可以從小地方做改變 那我們不需要用 好像說非得要 掏頭如撒熱血我才有辦法改變的事情 可是當每一個人只要付出一點點 當你今天站出來來了解 這個台灣黑熊的生態問題 跟學戶藍生啊 新建的問題的時候 我想你只要透過這些基本知識的這些 資訊的了解的過程 發現了問題 你就會傳達給更多你身邊周遭的人 那我們市民會做出很好的一個獨立思考 然後我們就會做出好的決定 然後要求政府應該做改變 那我講太長了 接下來我們時間就是交給柯燥生律師 柯燥生律師會來主持今天接下來的活動 然後由他來介紹兩位的雨潭 然後分別跟我們用一些簡短時間 跟他分享這個學戶藍生的問題 跟台灣黑熊的生態的問題 那最後一部分我們會大概有兩輪的時間 然後開放給現場各位來做討論 如果你是有問題也好 或者是說你不一定有問題 你可能是有你的自己的一些意見或想法 也可以都回饋給我們兩個會講 那我們歡迎柯律師 謝謝 有講時間不多 大家應該也都有見過 那主要的話 在今年的三月份 台中市政府通過了四個烏龍預算 那四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其實在兩個 大概幾個禮拜前已經分享過的 就是石岡隧道 然後要把穿越這個石岡 打一個隧道穿越石岡 然後來繁榮這個山城地區 那山城地區其實就是什麼 為了要害怕這個官方旅遊的這個玄武攬車 所以這是第二個烏龍預算 這個烏龍預算也已經集交 在下個禮拜要送房亭了 所以我們一定 無論如果有沒有要集結我們的力量 把它擋下來 我相信如果今天 如果這個禮拜天 有辦法上千上萬的人集結在市民工廠 我相信下個禮拜他們會 就好像這個大安 第三個烏龍預算就是大安媽祖園區 大家可能也知道這也很禮拜 蓋媽祖神像在海邊 然後還弄了一個朝聖的步道 他期待說將來大家可以在那邊 像那個聖家人就是朝聖這樣子 這很禮拜 這個案也還不錯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幾乎所有的宗教 出來反抗 說為什麼獨會媽祖 為什麼不蓋天主像 為什麼不蓋基督像 為什麼要蓋媽祖 所以這個部分很好的是 目前沒有一家廠商趕照標 所以他已經公開照標了 但是他也規避環體 然後強勢照標 他目前是沒有廠商趕投標 那另外一個就是台灣塔 台灣塔 他希望說海邊有一個媽祖神像 然後在市區水南這邊 有一個台灣塔這樣子 互相會議這樣 所以這個是很禮拜 那我就不多說了 我們今天我們要介紹我們今天的主講人 也是最精彩最精彩的 這個郭彥霖 郭同學 他現在是博師生 那是嗎 研究生 是 那他的綽號就叫郭熊 其實在座也有他的生態系的老師 就是我們的楊國珍老師也在現場 好 那我就把 我們直接就請郭熊來幫我們介紹 大家好 然後我今天來跟就是大家 然後談一下就是 就是台灣天雄的未來 然後藉由全負染車這個議題 其實今天剛才科技師有講說 我這個題目太沉重了 所以我們就來談一下台灣天雄好了 其實我是來自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這是我們實驗室 然後我中間這位就是黑熊媽媽 大家都叫他黑熊媽媽 然後我們的實驗室 為什麼會來自於深山呢 因為我們實驗室的研究樣區 走路要走三天才可以到 在玉山國家公有的大分 這個地方要走路走三天 所以你進去就是你所有的東西 都要飛著在深山 然後這樣走進去做調查 然後關於他的故事 其實一開始大家可能都略有所聞 然後就是他早期是台灣 第一個在台灣抓到 台灣的野外的台灣黑熊 然後開啟了第一個 野外黑熊的生態的研究 然後這些故事其實今天 我都沒有特別想要跟大家講 因為都已經寫在得書 叫尋雄記裡面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去那邊翻去那邊看 然後其實我們實驗室很喜歡 挑戰一些難度高的 或者是一些兵尾的物種 譬如說像是黑熊 然後石虎 然後水踏我們目前還沒有學弟妹敢挑戰 但我們很希望我們先是有學弟妹敢 出來挑戰水踏 然後最近我們都稱他叫做 台灣的苦難三兄弟 因為反正不是黑熊上新聞 就是石虎上新聞 然後金門就有水踏的BOT 大家應該都有掠手的 因為這些動物其實都屬於石肉木 他們有一個簡單的共通性 就是他們的數量通常不多 因為他們都位於食物鏈的底層 所以他們的數量通常都不多 再來像黑熊 一隻黑熊他的活動範圍 可以從海拔離 我們幾年前關山火車撞黑熊那個地方 一直到玉山大約3800公尺的圓風山附近 都有人看過台灣黑熊的出沒 代表他其實是一個很需要多樣性的棲息環境 而且他的活動範圍非常的廣闊 然後當然他們也將對容易跟人家起衝突 因為像石虎在苗栗 大家應該都已經略有所聞了 金門的BOT的水踏 其實因為他們都很容易跟人發生衝突 所以就是因為這些因素導致他們 往往在人類的開發案啊 或者是一些人類優先的一些建設之中 他是第一個被犧牲的 哪怕是害獸 有的人認為台灣黑熊是害獸、猛獸、會攻擊人 甚至會吃人等等的 所以今天我的故事 就今天簡單從台灣黑熊跟大家談起 這是黑法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他 他頭上這個綠色的樹葉代表希望 因為我們很希望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下輩子 我們的子子孫孫 都可以看到台灣黑熊的安生命運在這塊錢地上 全世界總共有八種熊 大家應該知道哪一種熊跟台灣黑熊最接近嗎? 亞洲黑熊吧 沒有問題嗎? 台灣黑熊是亞洲黑熊的一個亞種 所以他其實是廣泛分布在亞洲 然後這個是IUCN 他在2010吧 2010年他統計整個亞洲黑熊的分布 各位可以看到 這藍色的線就是曾經有亞洲黑熊分布的地方 他可以廣泛分布在整個亞洲、日本、甚至台灣、東南亞 這整個地區曾經都有亞洲黑熊分布 但是很遺憾的是 你們可以看到紅色的地方叫做已確定有黑熊 紅色的地方是現在確定有亞洲黑熊的地方 他的棲息地整個縮減得非常非常的誇張 然後粉紅色的地方就是maybe 也許有也許沒有 但是沒有人說得準 可能他經過了一些訪談 當地的像這邊是藏區 可能藏人跟你講說 我們曾經看過亞洲黑熊 但是這個是maybe 就是沒人知道 因為沒有人去做研究 然後比較中國大陸比較多一點 就是在四川這個地方 然後東北 目前亞洲黑熊在整個亞洲地區 族群最穩定的可能就在日本 日本的亞洲黑熊 他們族群量已經甚至多到 可能需要每年有一點菩薩 所以他們需要危害防止 他們才可以控制他們的族群 但是台灣呢 台灣呢 我們台灣黑熊 他其實就是剛才有講過了 他是台灣的退尾亞洲 他的身長大概就是大約跟一個成年男子差不多 160公分、170公分 大一點可以到180公分 體重通常都大概6、70公斤 然後在台灣 大家應該很熟悉他的這個稱呼叫水熊 因為他的鼻子鼻子很長 但是在中國大陸他們叫黑蝦子 因為他的整個全身都黑黑的 他眼睛小小的 然後你會看到那個黑熊 他其實都是用鼻子在去感應這個外面的世界 因為他鼻子很靈敏 然後所以他們都叫黑蝦子 台灣黑熊其實目前就是在台灣 其實早期最早期日本時代的紀錄 是100公尺以上的山區就有台灣黑熊分布了 然後現在其實已經 我們的農委會已經把它定為 保育類的冰為滅絕的物種了 其實這其實滿可惜的啦 因為我們必須要來先跟大家談談 什麼叫冰為物種 冰為物種的概念其實用這張圖 可以很簡單的跟大家告訴個 什麼叫冰為物種的概念 他其實就是說過去這物種可能很多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尤其是因為人的開發 或者是人的非法狩獵因素 導致這個物種一直下降一直下降 它的族群量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到現在這個階段 現在這個階段 然後它如果抵達了它的最少族群量 我們在保育生物學上有一個詞 就是最少族群量 意思就是說 只要一個物種低於這個族群量以下 就是低於這條最少族群量以下 它接下來就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如果1000支 它進入到900支 接下來它的族群是沒辦法 讓它自己也有辦法慢慢往上爬升的 它就已經回不去了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要很努力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我們讓台灣那些雄族群 不要走下坡 走到一個我們連人都沒辦法去 人必須用很積極的去拯救的方式 而是希望它自自然然可以慢慢的往上爬 回到一個穩定的族群 通常進入到這個最小族群量以下 比較極端的做法可能就是去野棒 但是其實都很極端的 我們不希望要走到這步 我們是希望透過我們7D的保育 可以讓台灣黑熊慢慢的往上爬 回到一個穩定的族群量 現在在台灣 我們目前估計台灣黑熊 整個台灣以扣掉就是人為開發的地方 它其實可以承載大概6000隻到1萬隻的台灣黑熊 可以承載6000隻到1萬隻的台灣黑熊 但是現在目前我們的族群等一下會更大一下 所以最少族群量其實是一個滿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到底要多少隻以上的台灣黑熊 台灣黑熊才可以讓我們在這塊土地 永遠永遠的存活下來 所以其實好的野生動物 所以野生動物的保育其實牽涉到了很多層面 像我今天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然後平常我在實驗室 我其實做了它的生活史跟它的分布的調查 然後甚至有的人會研究到7D 然後當然我們今天我們很遺憾 我們台灣的政府的保育政策 其實滿讓我們失望的 它希望要在大雪山這個地方開發 然後我今天很多重點會放在後面大雪山的部分 所以要先來談一談就是黃老師 他早期在台灣的豫章博物館公園做這個研究之後 其實我們對於整個台灣黑熊的分布 我們其實還是沒辦法很明確的掌握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如果問我說哪邊有熊 我只能跟你講Maybe Maybe那邊有 曾經有 也許有 有人說在那邊看過 但是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大概從08年一直到現在 我們展開了一系列很長時間的調查 那時間其實滿快樂的啦 因為我們都在山上爬 如果有爬山的朋友可能就知道這叫悲難攻陵 然後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多說裡面的故事 然後所以我們就這樣做調查 然後有時候就是要橫跨這種很危險的地形 下面就是100公尺的雪馬 還有這也是要這樣度過 然後這是丹大橫跨要出來的一個林道 他已經整個瘋掉了 但是我們沒有要過 不然你就會在新聞上看到我 還有有時候會過這種參風入宿的生活啊 這下大雨應該沒有問題嘛 這是我們的營地 我的鋼杯竟然睡到一半浮起來了 那個水已經把我的營地淹起來了 但是方圓這在3000多公尺以上的中央尖山的岸部 我就是一個就是只有那個地方 我那個營地你沒得選 然後那個晚上我就這樣睡 然後這是我們今年5月 我們進到利物溪 我們過了利物溪 往太土的國家公園 幾乎最核心的地方叫脫國過 我們進去裡面做調查 然後這是利物溪 我們那時候也是要講辦法過利物溪啊 就是這樣過 然後有空再來講這個被沖手的故事 然後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迷路啊 因為我們為了要很多地方 我們其實一般的人沒有去過 然後我們變成我們得要像一般的登山客一樣 拿著刀子拿著GPS地圖 四處找路同時去做這些調查 然後當然偶爾還是會出包啊 也有發生過學長就是撞傷那個腦袋 不過他幸好後來是沒事啦 但是其實我們在這一段過程 以及為什麼我們今天會站在這裡講 其實我們有很深的感觸 這就是在脫國過拍的 非常漂亮的森林 它就在太魯閣的核心裡面 完全幾乎沒有人會到裡面 因為利物溪把人幾乎都阻隔掉了 可是我們在裡面竟然找不到熊的痕跡 竟然找不到熊的痕跡 這代表台灣鮮牛的密度是不是真的已經很低了呢? 我們其實目前是傾向於這樣子的認為 因為在一個國家工群最核心的地方 竟然都沒有發現到任何熊的痕跡 這是我們覺得蠻遺憾的 當然我們有時候也會欣賞到這麼漂亮的風景 所以我們其實這幾年走下來其實真的蠻累的 這是我的志工 所以歡迎有爬山的朋友來當我們志工 我們很欠缺的志工 然後我們志工就這樣 真的像狗在爬一樣就是這樣走 就在盛林縣的某個地方做交叉 並過這麼多年的努力之後 包含了訪談 就是我們去部落進行訪談 我們終於把台灣黑熊的整個台灣的分布狀況 大概給拼湊出來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得到藍色的點 大概是1990到1999 意思就是我們透過了部落的訪談 然後紅色的點 就是我們很多都是我們自己去親自去做調查的 其實你們大家可以稍微看得出來一個趨勢 就是台灣黑熊好像在台灣的南部 南部這一區塊 在玉山國家公園以南這一區好像分布比較多 比較密集一點 相較於北部 然後北部其實也很有趣 北部的分布在雪山山脈這一塊 一部集中在雪霸國外公園的上面 就是我們在講的 施馬庫斯正西坊那個比較 國家公園比較北邊的地方 另外一塊一直很密集的地方 其實就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也是因為我最近在討論大雪山的意圖 才調了這張圖出來看 大雪山從1990年就有穩定的黑熊的族群在那邊出現 出沒了 但是就是一直很穩定的族群在這個地方就是出沒 至少從1990年到現在 至少都有穩定的黑熊的回復的情況 然後我們其實就是做了那麼多調查 其實最後就進到統計分析 所以我們總共我們用一些統計的方法 其實我們套得出來就是 台灣大概會有熊的分布的網格 就是現在這個藍色的地方 藍色的地方就是有熊分布的網格 然後國家公園的範圍 就是三個高山國家公園的範圍 然後我們套出來台灣黑熊的分布範圍之後 其實我們很想知道台灣到底有幾隻熊 這個問題其實一直蠻困擾我們的 因為包含每次去演講一定會被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你覺得台灣有幾隻熊 然後我今天其實也很認真的跟我們老闆討論 就是黃老師 我們發現了一個蠻悲觀的數據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最小的可族群數量 我們認為台灣黑熊是需要兩千隻的 這個其實是經過IUCN的專家學者 一起討論出來的一個數字 其實是在如果你們有興趣想要進一步延伸閱讀的話 有一本書叫《台灣黑熊保育行動綱領》 這個其實是我們寫出來 就是希望政府針對台灣黑熊去督商行 做一些什麼事情讓台灣黑熊可以回來 但是我們目前透過這個分布圖再加上台灣黑熊的密度 就是我們在玉山國家公園做的研究 我們發現台灣黑熊的族群大概落在200到800隻之間 這是一個Range蠻大的數字 但是我們認為是可靠的數字 因為我們認為台灣黑熊不會超過800隻 甚至我今天跟我老闆講說 那我如果今天我對外說600隻可不可以 其實我今天是被他罵的 他說600隻你還太樂觀了 他認為大概是300到400 他說這是非常可以透過這個圖 然後跟黑熊的整個活動去拼湊出來 他認為只有300到400隻 他覺得我不應該隨便就說600隻 所以我們還是堅決認為 台灣黑熊他大概只有200到600隻 這個族群其實非常的低喔 非常非常的低 然後今天其實比較想要跟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我其實平常比較喜歡跟大家分享黑熊的生態 甚至帶大家直接到大雪山去 就是親眼看看黑熊的棋棋地跟 黑熊的森林是長怎樣的 但是今天比較沒有這個機會 我們其實發現了 台灣黑熊是台灣入獄最大的動物 同時他也是活動範圍最大的動物 有人知道台灣黑熊的活動範圍會有多大嗎? 隨便你們猜 1,000平方公里嗎? 還有其他答案嗎? 有人有其他答案嗎? 隨便你們猜 3個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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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答案嗎? 真的都沒有嗎? 好像黑熊這麼不會跑嗎? 會游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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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台灣 3個台灣 太樂觀了 不過我可以跟你講 國外的熊他們如果在千里季 他們的移動範圍可以達到1,000平方公里以上 他為了找食物 正是在中國的戈壁沙漠都有中熊存活 你會很好奇他怎麼在沙漠裡面存活 他就在綠洲跟綠洲之間移動 那綠洲有多遠他就走多遠 但是那個是題外話 然後他們族群雖然也很低很低 因為隔壁沙漠沒辦法承載太多中熊 其實台灣天雄的最大的活動範圍 大概有100平方公里以上 這是早期 早期在台灣利用就是黃老師他第一次捕捉 無線電追蹤的資料 就是可以看出來整個一直 就是台灣黑熊在國家公園裡面活動的情況 然後這大概有15隻熊的樣子 我記得是15隻熊 其實這張圖最主要要呈現的 除了跟大家講台灣黑熊的活動範圍之外 其實我想請大家注意的是 台灣黑熊很會跑 大家都知道台灣黑熊很會跑 他很容易跑出國家公園範圍以外 譬如說像這裡 旁邊就是省道喔 這就是省道耶 這就是國家公園範圍 這下面就是玉里 南安玉里 如果你們有機會去花林玩的話 那附近 南安的 再往裡面的山區就有熊了 然後在西邊這裡 這邊比較好一點 這邊是南西林島 但是其實他都跑出國家公園範圍了 意思是說今天如果國家公園 是一個很好的保護區 沒問題 熊在裡面跑得跑去很快樂 不會怎樣 但是如果萬一他跑出去的 他很有可能就回不來了 因為他可能就 因為現在國家公園的邊際 像道路的邊際 可能都是開發區 甚至有人為活動 然後可能就有陷阱 然後最後熊就中了陷阱 就回不來了 所以其實台灣的黑熊活動範圍這麼的大 但是在北台灣我們發現 這幾年我們的調查發現 北台灣真的很不容易發現到熊的痕跡 可是身體都很漂亮啊 我們真的不解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特別意外的 像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情境農場 可是想必在台中大家一定都很知道 但是我昨天在訪聊高中跟高中小朋友演講 他們不曾到過情境農場 他們看到這照片他們就覺得很意外 他們說什麼 喝醉啊 可是我如果在台中講 大家一定覺得稀鬆平常 但是到了南部 可是南部小朋友卻不知道這樣的情況 然後這邊也是 就是這邊是在那個例行產業道路那附近 其實整個山區其實都已經轉化成農地了 甚至是道路了 這些開墾面積其實範圍非常的大 而且逐步的往一些深山裡面就是慢慢的靠近 甚至就是造成黑熊的棲息地的減少 所以黑熊的棲息地如果大家可以想像 這個一片綠色的正方形就是今天台灣黑熊的棲息地 它很完整 沒有受過任何的開墾 所以黑熊在裡面很快樂跑來跑去 愛到哪裡就到哪裡 但是今天如果有一條道路來了 這條棲息地就減少了 因為它變成兩塊 所以它破碎化了 相對的比較大的棲息地可能維持的環境 還稍微勉強可以應付台灣黑熊的生存 但是比較小的地方 黑熊可能就覺得它的品質就比較差了 尤其是黑熊它需要很多樣性的棲息環境 所以如果今天又一條道路進來 所以這個問題就更嚴重了 這個問題會導致在小一點的棲息地裡面的族群 可能就少一點 然後它的滅絕的攻險就會提高了 就像大雪山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定要提這個意義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張圖來帶到大雪山 因為大雪山其實就是一個封閉的族群 它其實它的周邊是一條是苗栗那邊 是那個靠近苗栗的山邊 古石坑那邊那個 達關那邊 那邊其實都是農地 然後它的東邊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古關嘛 所以它其實是已經 它幾乎沒辦法跨過中央山脈 跨過古關去跟中央山脈的族群有任何的交流 所以當這個事情一直發生的時候 它的滅絕的風險就會提高了 然後將對經期度這個可能就是 就是它的遺傳就會降低這樣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影響因素 其實台灣的政府其實做了一個規劃 他們理想中就是把中央山脈整個串起來 變成一個中央山脈的保育狼道 但這個保育狼道其實有沒有效 目前也還在見仁見智 就是每個人說法不一 但是就台灣黑熊的情況我們發現 其實台灣黑熊他太會跑了 所以他特別容易在一些人跟人有衝突的地區 所謂的衝突並不是fighting喔 我這邊講的衝突是可能你住那裡 然後他可能下來然後你會害怕 或是他吃了你的天使 這問題其實是有的 然後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補充 所以台灣的政府就是做中央山脈的保育狼道 希望可以讓台灣的野生動物 或台灣整個起起環境是連續連接在一起的 但是其實這是我借用理性同一大根二圖 對 然後台灣其實現在這幾個問題 真的蠻嚴重的啦 就是BOT的案子 像石虎嘛 我覺得他畫得超好的 然後我一定今天要跟他講 我其實默默用他的圖演講的市場 小朋友看到都很深 就很 就直接了解我在講什麼 但是BOT這個問題其實就是 他其實是對我們學保育的人而言 我們其實不懂法律 但是看得來就是他是想辦法去把 把原本的好好的黑熊的起環境 換了一句話就變成他們的 然後接下來黑熊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雅縮了 另外一個其實是目前台灣黑熊面對最嚴重 我必須說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當然起環境地節省也很嚴重 但是因為現在至少在國家公園 他不會這麼大大大就把你的地給搶走 但是非法狩獵的問題非常的嚴重 這是一個脖釣 脖釣一直 我已經在裡面示意了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動物今天走進去 他就會被那個繩子拉起來 接下來他的脖子就A住了 然後可能就死在這裡 另外就是這個是腳釣 這是一個鋼索 當然還有這種骨獸甲 其實這個議題非常的嚴重 因為他造成了台灣黑熊斷掌 這是早期黃老師在玉山國標公園做研究的圖 他當年抓了15隻有8隻熊是有斷掌的 所以當第一隻出現 第二隻出現 第三隻出現 都是這樣斷掌 一直到前幾年吧 有公園來了一隻小山 他後來前陣子在壽山公園被咬死了 就是他 他其實是因為斷掌 然後動物流就是被送下來 然後因為判定他回不去了 所以就讓他留在動物流裡面 其實這些熊斷掌的原因 都是因為非法狩獵的影響 然後你一定會問我說 這些土都是10年前的土啦 那有沒有比較新的用 如果律師他臉書上那張我說Nono哥 其實他其實也是一斷掌的熊 在大雪山森林樂區我拍到的 一開始我覺得他走路很奇怪 他就是斷掌 你就是看他走路就是敗了敗了 就像我們那種就是 反正就是斷掌這樣 後來我們其實後來很仔細的去審慎 就是一直在調那個畫面前後左右這樣看 我發現他真的是斷掌 他大概可能大拇指還有 但他前面中間的這幾根手指頭可能有不見掉 所以他其實這個其實都是非法狩獵造成的 他非法狩獵你一定會說 國修公園或大雪山森林樂區不會有人去打獵啊 對 但是黑熊很會跑 所以當他一跑出大雪山森林遊樂區之後 他可能進到了古關的比較人為開發區的時候 那邊可能有人放了陷阱 他就誤觸了 然後我們前一兩年在烏石坑那邊 他那邊的部落一直有熊下來吃柿子啊 然後我們也發現他們部落中間都擺了很多吊子啊 吊子夾子就是為了要抓熊 然後他當然不會跟你講他要抓熊嘛 但是我們那個一看就知道就是他大概要抓熊嘛 然後所以其實這個議題其實在台灣一直默默的發生 一直默默的發生只是他不會上新聞 沒有人會知道 然後也不會有熊被你發現他種的吊子變成小山 當然其實我們更憂心的是 很多熊會不會因為這樣細菌感染死在山裡面的 我們不知道 那樣子的個體是我們沒辦法掌握的 因為熊我們根本不知道他跑到哪裡去 另外其實這個大賴一定都不陌生啊 熊膽啊 熊掌啊 這個其實在中國大陸很夯 聽說現在送賄賂一定要送這個 不要送錢 然後前幾年的新聞 蘋果日報頭版嘛 雖然這隻是馬來熊嘛 但是因為可能是我做黑熊吧 所以有些黑熊的資訊都會默默的跑來我這裡 這個廚師聽說他宅保育類也是動物非常的有名 就是以前野保法還沒開始之前 就是什麼老虎啊 或者是熊啊 聽說很多都找他宅 然後因為他是我 我在吃飯的時候說那個老闆的時候跟他是朋友 然後他就跑來跟他講 然後結果沒想到後來事情爆了 然後就是反正我那個吃飯的老闆 餐廳老闆他就很義憤甜膩 他覺得台灣內熊不能再被他這樣打 聽說他那天還吵架 所以其實談了那麼多非把狩獵或吸引力減少 我們其實都沒有辦法很 我們後來用一個很確切的數據來告訴我們的政府 或是告訴大家 其實台灣內熊這些因素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影響 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我們去預估台灣黑熊的族群成長率 就是說他的族群會變高幾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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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減少幾趴幾趴 我們發現了一個很關鍵的數字叫4% 意思就是說今天這4%其實是指非自然因素 就是非自然因素就是可能因為他自己老死 或者是他自己死掉 那種叫自然因素 所謂的非自然因素就是譬如說非把狩獵 吸引力破壞然後造成了死亡 我們發現只要超過4% 台灣黑熊的族群成長率 不管今天起始點是200隻 甚至樂觀一點的800隻 他在100年內他族群都會開始走下坡 4% 所以換句話說200隻黑熊只要一年死掉8隻 8隻台灣黑熊只要有8隻死掉了 這個只要台灣黑熊的族群成長率就開始往下掉了 不管你做了什麼事情他就開始往下掉了 然後8隻很多嗎? 其實各位我必須跟大家講 其實現場直播啊 我去年就聽到3隻台灣黑熊被打掉了 3隻 當然這個都不會上新聞 這都是朋友私下跟我講的 然後人事實地物都可以確切地指出來 這隻是賣多少錢他都可以跟我講 然後當然這是因為我可能是因為我研究台灣黑熊的關係 所以大家就是哪邊有熊 哪邊發生什麼事他們都會跟我們講 所以你可以想像我可以掌握了一個小小的地區 那個地方就去年光2013年的9月吧 到2014年的2月就三隻了 然後其他地方呢? 中部、花蓮、宜蘭 甚至整個桃園、新竹我不知道的地方 所以這個數據是非常的不樂觀 真的蠻不樂觀的 因為我們覺得台灣黑熊的這種死亡率 我們真的沒辦法掌控 但是我們知道只要超過4% 這個足球就蠻危險的 不管今天其實是我們超級樂觀的800隻也一樣 所以講了那麼多 其實我們要講的是 我們其實是希望台灣黑熊不要進入到一個叫滅絕的漩渦 這個滅絕的漩渦其實指的是一個物種 尤其是像這種頂級的獵食、頂層的獵食者熊、馬、老虎 在國外其實他們都發現了 如果因為它是棄型地的破碎化 接下來導致它的棄型地喪失 又因為非法狩獵導致它的小族群 這些因素這些導致它的族群成腹成長的因素 會開始像一個漩渦一樣 我們叫Voltes 就是漩渦 它會開始慢慢的捲 一直往 然後這個速度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然後到底下當然就是跟大家說拜拜了 然後所以特別是在小族群的情況 因為小族群會開始導致一些連鎖反應 就是進行繁殖 因為它找不到交配的對象嘛 甚至接下來它找不到交配的對象 它開始進行繁殖就會有瓶頸效應啊 然後這種遺傳的狀況性就降低啊 然後接下來如果萬一來一個天災 譬如說犬倫熱 甚至狂犬病 然後或者是一些疾病的部分 甚至一間來一個天災 這個其實天災其實蠻嚴重的喔 特別是像我們在講的天災 可能像巴巴風災那樣子的 它是整個大氣息劑消失的 那其實對熊啊 就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致命一擊 就是我們講的致命一擊 所以這個Voltes就是在指這些因素 這些因素你單看 單看好像都覺得還好 或許還好 但是加種在一起 它其實就是讓這個動物掉進了這個漩渦裡面 最後可能就是會進入到最小族群量以下 然後慢慢就走到底 另外其實山裡面除了非法狩獵 我們也發現了很多這些議題 所以早期我就跟我們老師在討論說 這到底要歸成獵人還是歸三老鼠 因為我們除去做調查 我們會有那個note 我們會有筆記 然後我們再記 我就跟我們講 這到底要算山老鼠還算獵人 我們發現這個旁邊也有吊子啊 所以他們既是山老鼠也是獵人 然後他們住在這裡面 然後對熊其實滿大的干擾 這是山老鼠 這在那個苗栗 新多是台灣目前牛樟最多的地區吧 警務局在裡面還架了monitor 就是監視器在那邊管制人進出 然後都還可以砍成這樣 我們要進去裡面多麻煩你不知道 那個要申請公文 我都很生氣 對啊 然後竟然山老鼠就在裡面 這個很新 我們去的時候 林務局剛剛做記錄 3月 我們4月去了 這裡大雪山 大雪山申請遊樂區裡面 這個有兩道帳門 一般遊客絕對進不去 這是在進路到快要到200縣更裡面的 大約超過55K裡面的 一般遊客只能到49K 然後進到55K 然後有兩道帳門 然後還是一樣砍成這樣 這好像是軟大山吧 然後裡面全部砍成這樣 然後周遭就有一個營地 然後我們那天晚上砍出來那個營地 旁邊都是有吊子 然後那邊熊橫記也有啊 但是我們不確定會發生什麼事啊 如果今天一個山老鼠在那邊 他又會打獵 看到熊然後不打他 我們沒辦法做可能 其實沒辦法太樂觀了 所以我們其實這幾年我們做這麼多調查 我們發現其實我們並不是把黑熊的拼圖拼上去 而是我發現黑熊的拼圖一塊一塊消失 而且最主要的原因就來自於這幾個因素 譬如說7B的減少 然後北把狩獵 甚至有的地方可能會有一些人熊的衝突 這其實都會造成黑熊的拼圖 就是這樣慢慢的一塊一塊的就拿起來了 然後我們其實今天來到我們今天的重點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圖可能沒有很清楚 Anyway 但是紅色的地方是雪霸國家公園 然後這邊是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大雪山森林會跟雪霸其實連在一起 所以它其實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雪霸國家公園的生態的狼大 因為動物可以在這裡面來來回回 跑來跑去 所以是一個狼大 同時它也是一個緩衝區 因為國家公園它不會因為 就是因為有了大雪山森林遊樂區之後 它其實動物如果今天跑來這裡 它不會因為就受到威脅 或是因為有人就住在這裡 然後所以它可以得以保護 就是保護動物的安危 再來其實你們可以注意到 它其實它的周邊其實都已經是開發的道路了 所以它其實是有點封閉的 這邊幾乎都是人為開發的地方了 只剩下比較深綠的地方是人 是那個原始森林這樣 我們剛剛把剛剛我們做出來的黑熊的圖 我們稍微把它放大來看 這是怎麼大雪山森林遊樂區發現黑熊的點位 這是北台灣啦 這應該是北台灣發現黑熊的森林點位 我們把它再放大來看 這是雪霸 這是大雪山 大家應該可以看出來滿明顯的吧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的熊的痕跡好像真的比較多 熊痕跡多其實就是相對的就是這裡熊的族群量可能相對的比較高 然後今天纜車就位在這裡 就是這裡的路線 然後我們再把圖稍微再放大來看 這是我前幾天還剛做好 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趨勢 我記得在跟黃老師在討論 我發現熊都集中在大雪山森遊樂區的東側 這一區 這一區 這條線是200線 這條線是200線 就是一番我們遊客能走的路線 然後熊都集中在這裡 就是200線的以東的地方 然後纜車剛好就是今天要從它這個地方跨過去 所以我們覺得它經過了黑熊 很重要的氣息環境的空間 然後我們認為熊會集中在這個地方的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我後來用那些統計跑 我發現熊會迴避道路 道路意思就是指向有人車在走這種道路 甚至是登山步道 我覺得跑出來結果蠻符合預期的 就是熊只要有人的地方熊不去 坦白講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熊其實大部分都是在人比較少的地方 然後那天我在古關說明會 我其實蠻生氣的 但是我沒有時間跟他們吵架 他們說纜車可以疏解從臨到上來的遊客的數量 意思是說從此以後 領導不會有那麼多的遊客在那邊來喝回 然後纜車可以幫忙速解 但是其實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其實相對於兩百線領導 其實這一區才是大雪山森林遊樂區的核心地區 因為這邊沒有什麼人為干擾 頂多偶爾有一些遊客 一些登山客去爬波金加山的登山客 他們會來到這邊路過這樣而已 但其實平常不太會有登山客 或者是大量的遊客在這邊有遊氣活動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保育台灣黑熊這個物種呢? 除了剛才我蠻開心聽到有人說很可愛 對 因為我問了很多小朋友 他們都不願意說很可愛 所以我說我可能講到這一頁 我就不太怎麼想講了 對啊 其實教科書上都跟我們講 台灣黑熊素樣稀少說我們要保護他 但是台灣黑熊其實他有幾個很重要的生態上的意義 第一個就是他是庇護物種 庇護物種是指我們今天保護好的台灣黑熊 其實自自然而然就保護好他的棲息地 保護好他的棲息地 就自自然而然的保護好跟他一起生存的這些動物 大冠鳩啊 迷猴啊 甚至是地質 穿山甲 這些動物自然而然就是生活在台灣黑熊的棲息地裡面 所以當我們保護好台灣黑熊 就等於保護好這些野生動物 保護好這些野生動物 自然這個地方的環境就維持得非常的良善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是以台灣黑熊當號召 並不是我們偏清台灣黑熊 我們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我們希望台灣黑熊當一個領頭的角色 去把整個大雪山這塊生存環境就是步道很完善 包含他的植物 他的動物 以及他的自然 人文等等 這是跟大雪山 這是我在大雪山拍到的 這有人認識這什麼嗎? 公的三槍 公的三槍 還有母的三槍 母的 公的 只有這兩種可以猜嗎? 猜什麼 我也不知道 這是公的三槍 還有張腳 然後如果腳掉了 他的臉是Y字臉 公的三槍臉 他的黑線是Y字的 然後母的是一塊的 務農族的傳說中 母三槍是因為以前沒有光的時候晚上 一個老婦人要取水 所以他不知道水在哪裡 他就開始丟石頭 要丟到那個水 丟了就會有水聲嘛 聽到水聲他就往那個方向走 所以他不小心一丟的時候 丟到的是母的三槍 所以母的三槍就流血了 從此以後他就這一塊了 這是他們的傳說 對 很有趣 然後公的可能沒有被丟到吧 然後當然有的熊就會有其他公物 像黃猴嬌 這其實就是其他跟熊一起共獄的獵食者 他其實叫做 有人看過他嗎? 哇 有 只有一位 你們應該要看過這個美麗的物質 真的很美麗 他不濃化叫Synab-saku Saku是三槍 三槍叫Saku Synab-saku意思就是指追三槍的動物 他會獵殺三槍 然後 你要看他那麼小隻喔 他大概就這樣吧 加尾巴啦 加尾巴可能這樣 他們三四隻 三隻會在一起追殺三槍 獵殺三槍 然後就在三槍旁邊跑來跑去 他們也不會馬上就是擊斃他或什麼 你就看到他在那邊追三槍 我在野外碰過四次 然後很漂亮的一種物種 然後所以意思是說 當黑熊的森林見群的時候 這些動物就會出現 然後自自然然他的食物鏈的關係也就會存在了 另外當然就是山羊 這個大雪山也蠻多的 這是在泰魯德回家公園拍的 就在那個公路旁邊 大家遊客都沒有看到 我也蠻意外的 然後他就坐在那個公路旁邊 對面就這樣做個休息 太可怕了 然後水鹿 這些動物其實都是 黑熊是生活在同一片森林裡面的一種動物 然後這是在大分拍的 然後一點點時間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因為我跟他感情很好 我在我碩士論文的時候 我每天都在大分做研究 那時候我一個人 然後我走在森林裡面 每天都要去搜我的樣區 然後他就是在我的一個樣區的附近睡覺 所以只要我一出現 他就會站起來看我 但他不會離開我 他大概離我的距離 大概就我到門這樣 所以就變成我在做我的事情 他就在那邊看我們 他就開始吃草 然後吃完草 我可能站起來之後 他就稍微有點嚇到 然後就看著我一眼 然後我就繼續走 然後我覺得我們每天都這樣 跟野生動物生存在同一個空間裡面是 那種感覺真的是很幸福 但是你們就是一定要去親身體會才會有那種感覺 甚至就是有時候 三億人就在我旁邊吃草 然後不理我 我有時候就想拿我的paper餵他 真的不能講 沒有 我沒有餵 但是有時候都有時候 就是我就看他在那邊吃草 因為有時候我在森林裡面坐著休息 三億人就在離我很近 兩公尺 那影片真的都有啊 因為那個都不是隨口說說的 只是就真的那麼近啊 所以隨便這樣的東西都可以拍得到 所以這些動物自自然的人就是生活在黑熊的森林裡面 有黑熊的森林自然的人就會有這些野生動物的存在 同時有黑熊的森林其實就是建構了一個完整的生態系 因為黑熊需要很多元的食物種類 然後包含了一些動物的食物資源 然後這些資源同時餵養了剛剛像皇后雕 甚至是黑熊等等 這樣這時候就要跟大家講 黑熊有八成的食物來已經吃植物了 所以碰到黑熊千萬不要裝死 因為牠也會吃肉 牠非常會吃肉 你倒在那邊給牠吃 就好像地上有兩千塊 你會減死排斥 所以碰到黑熊千萬不要裝死 然後黑熊也不會主動攻擊人 因為我們通過 我目前統計出來有八成的野外的遊客 或登山客碰到熊 所以我們看到牠的第一眼就是跑 就是跑 你連相機都還沒掏出來 黑熊就已經不見了 這是為什麼我都沒有拍到黑熊的原因 對 黑熊其實看到的人都蠻怕人的 然後都會跑 然後另外牠其實很大 很依賴這些植物性的食物資源 這也是為什麼大雪山森林遊區這麼重要 牠其實是在中海華這個森林 其實有牠其實是張力的名帶 尤其是栗樹 蝌蚵 大家可能是看過冰原歷險記 就知道那隻松鼠對牠有多狂熱 黑熊一樣狂熱 每年到了秋季到了大盆 簡直是動那個派對一樣 非常的狂熱 但是這些植物牠並不是每年都結果的這麼的好 有可能今年這一區欠年了 意思就是今年這一區結果很差了 熊就被迫要移動到其他地方了 所以牠才需要這麼大的棲息地的範圍 所以你如果蓋了一條纜車 就等於讓熊少了一個選擇 牠被迫要往品質比較差的地方 就是可能欠年 但是因為有人的關係 所以牠沒辦法去到纜車附近活動 牠被迫要留在比較差的棲息環境裡面生活 這樣就有影響了 這樣熊的生存 牠可能牠的健康就會開始下降 然後牠的第一時間的競爭就會很明顯 因為母熊帶著小熊的母熊會迴避大公熊 所以只要有公熊會殺死小熊 所以母熊基本上是會迴避公熊 然後熊跟熊平常之間也不會見面 即使牠們生活在同一面生理裡面 但牠們不會 不太怎麼會見面 這其實都是熊的自己的社會的行為 但是人肉想得很簡單 然後那邊有一塊牠就可以生存了 其實並不是這麼的簡單 然後熊其實也是一個生態功能 非常完善的一種動物 牠其實是一種種子傳播者 這其實是香南 這是香南的果子 然後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牠的大便 熊的大便名叫排野 牠應該還沒有人沒吃晚餐吧 說保育學家最喜歡在唱歌上討論大便 我們其實這是很 這是你密密麻麻 你數不清楚啊 你數不清楚這到底有多少顆種子 你也不會想數 但是你知道很多就對了 這些種子其實都是 牠其實沒有消耗完 所以牠很容易種 就是意思是牠很容易發芽 然後經過熊的消耗到之後 牠其實也蠻容易發芽 就是促進牠的發芽率 我今天才剛處理一坨 不知道是什麼動物的大便 等一下楊老師在我台要問牠 我們密密麻麻幾萬顆喔 小小顆的 比這個還更多 然後熊的活動量很大 所以牠今天在這裡 AD吃了這些果子之後 牠跑到BD 可能已經離了四五十公里遠了 牠再把這些種子再排出來 其實牠其實幫助了種子的移動 幫助種子的移動 其實這侦探器都有一些潛在的功能 或一些牠的生物的功能型 所以這些都是熊在的時候有的功能 然後也通常是黑熊森林很自然而然的一個模樣 另外 其實我很喜歡這樣的照片 我如果不跟大家講 你們一定會覺得這是在日本拍的 這其實在玉山瓜公的大部分 非常的漂亮 這是一秋天下午我們工作結束了 一群人我們跟我們的志工就站在吊橋上 看了遠方的山景拍下這張照片 然後我們覺得在這裡 其實黑熊森林是這麼的漂亮 所以我覺得我們心裡是得到滿足的 我們是覺得在這裡工作 其實所有的辛苦都不算什麼的 然後但是看到每天只要收工了 看到這些漂亮的風景 然後你在森林裡面不經意的遇見了水路 遇見了山腔 甚至運氣好運 碰到一頭熊 屁股對著我們往山下跑 我們都覺得很快樂 這就是我覺得保育生命森林 回到人自己最重要的一個價值 所以我剛才講那個什麼生物功能 或者是熊是移動範圍多少 這其實都是教科書上面寫的東西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會決定要站出來保護生命森林 其實就是來自於我們對生命森林覺得很漂亮 我不希望它因此消失 另外就是我們有一個寧願園林大哥 他講的一句最經典的話就是 如果一片森林沒有的熊 就好像沒有人住一樣會孤單耶 你會覺得在森林裡面好像少了些什麼東西耶 會覺得怪怪的 就是我們不希望熊消失在台灣的森林裡面 尤其是我們已經走了很多台灣各個地方的山區 它很漂亮 像剛才我講的托伯過泰伍格裡面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那個地方是你到了你會想要住在那邊 無所事事做個兩三天 就坐在河邊看著對面的山景 每天看在雲海間就滿足了一個地方 可是我們進去裡面做釣場 竟然找不到任何熊的痕跡 我跟我們老師甚至還在那邊開玩笑 提了一個假說叫做 這邊的黑熊不爬樹 不然為什麼找不到熊的痕跡 真的找不到耶 真的就是很漂亮的森林耶 我真的覺得你走進去的時候會很生氣 也不是生氣 你會覺得What's going on? 發生什麼事? 然後大家一定對它滿敏感的 但是我一定要把它放上來的原因 是因為它其實是一個象徵 就跟我們黑熊一樣 大家今天因為黑熊的關係而來 其實在中國大陸他們的民眾你問它什麼是國寶 一定是它 應該我有第二個選擇 你問十個 十個都一定都是說它 一百個 大概一百個也就是它 但是你在台灣我們問他的時候 我們問台灣人什麼是我們的國寶 我覺得答案可能就起伏變化很大 並不是說這樣不好 可是它其實是一個笑 發揮帶頭的笑 一個領頭的物種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黑熊 黑熊可以幫我們把喚起帶來這裡 然後請你們跟更多的朋友講 然後我們可以匯集更多的力量 然後我很喜歡用這張圖 因為我們其實一開始只是一個研究單位 一個一間研究室的研究單位 然後我在老師那邊當碩士生 現在畢業當研究助理 然後老師每天都叫我要不要念博士班 我就不要 然後因為就是我們研究的黑熊 有些我們發現黑熊的問題 我們不得不說出來啊 因為我跟我老闆最大的共識是 我們覺得研究做得再漂亮 如果今天黑熊死掉完 或沒了 我覺得我們都沒有意義了 我覺得我今天因為黑熊讓我畢業了 讓我配合發了很多了 但最後黑熊卻是就是那樣子一直往下走 我覺得那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絕對不要這樣 所以沒想到就開始有了黑熊協會 因為有人就說 你就創個協會出來做黑熊保育啊 然後我們也不會設計黑熊 這叫黑寶 它叫黑寶 它也是很想往設計的 就是有一些設計師很厲害 我們都... 這根本怎麼可能是我們做的 你叫我畫黑熊 我根本沒有人看得出來它是黑熊 網頁也是啊 這網頁也是一些網頁設計師 他們就自告奮勇站出來說 那讓我們來 然後他們就做出來 超專業的 你們如果有空可以上湯 還有動畫超起來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這些 我覺得做保育的學者 我們都很相信這句話 一顆種子不齒的精神 因為我覺得我們就是不希望這物種 今天在我們手上消失了 然後我的後代子孫看不到它 更何況我還是親身研究它 就是我跟它是最親近的一個人 就是我應該比大家都還碰過更多次的黑熊 雖然也只有兩次 對 但是我就覺得黑熊不應該 因為這樣子就是我的 就是這樣就慢慢走下去了 因為今天其實碰到楊老師 其實我其實有點感慨 因為我以前大學上課的時候 我們有一位成功老師 他以前都很喜歡用Style 然後講說他是生態的驗屍官 因為他就跟我們看圖石油的照片 看森林砍拔的照片 他說我們做了幾下情供面狀想 可是我就覺得 我怎麼開始也在那邊講 談黑熊多可憐多可憐 然後放照片給大家看 然後我好像 我不希望 我不要 我不要變成那種人 應該說我不希望黑熊 黑熊就是這樣 黑熊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滅絕 對啊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需要 就是大家的力量 對啊 有問題 我們不是想收請嗎 是不是有請會遲到的朋友 麻煩您也是自我介紹 像我從裡面開始好 剛剛裡面好像有 梁老師 大家我是馮傑老師 我是馮傑老師 我是劉大師 大家好 我是術語言團隊 Duke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大廚畢業生 在等待冰議中 大家好 我是婉玲 我會來是因為禮拜日有那個 反學不染色的那個擁洗 然後我覺得自己可能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今天有很好的場合 可以讓我們對男主角的這個影響多大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徐媽媽 每一個人都叫我徐媽媽 所以這樣比較好記憶 謝謝 我住台中 然後也是想說想多了解台灣飛行 對 然後今天聽導力的話 真的是說完了 謝謝 大家好 我第一次要這樣自我介紹 我是周小多的媽媽 周小多是一隻狗 我是台灣護術團體聯盟的那個發起人 通常在負責跟人家吵架的人就是我 今天下午 我剛好在那個望春風電台 有一個一小時的錄音是 臨時那個 就是主講的人燒香 然後他就把那個機會讓給我 所以我就錄音主要講的議題 就是講今天這個 老實講我對黑熊不太認識 但是我對台北 台中市政府是還蠻熟悉的 我是阿昌 然後就是我們也是就是知道那個藍車的事情 所以想要了解說這個影響會有多大 那禮拜天在那個陳田律元大 希望可以看到大家 大家好 我是可以小孩子過來一起聽 大家好 我是黃崇雅 是法文明加龍明 我會辦公室的助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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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我們下半場的 理台人 我們請李錦鴻 李老師 他也是放棄教職 然後專心的從事做生態農夫 那我們就請李老師來幫我們介紹 李老師他本身也是我們那個 這個反學屋奶車這個有一個粉絲頁裡面的這個管理員 好那請大家能夠多多來按讚 謝謝 其實郭雄已經把大部分的資料都講出來了 然後其實我比較不務正義 我只是在做一個工作叫做奶奶 然後我從四五年前開始照顧我們家裡的小朋友 從他們出生到現在 所以我都請大家 其實大家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收集很多很多資訊 我對大學生也滿關注的 雖然我已經四五年以上沒有學大學生過 可是我一直很愛他 因為我常聽的那一場面 好有一天我就發現他要蓋攬車了 其實我很早就注意到了 從台中縣的時代我就注意到了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就一直在搜集他的想法之類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郭雄對於當黑雄這件事提出了很多他們的見解 可是實際上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學故乃斯蓋在大學山之後 受到影響的真的只有條內蟲 當然不是 他其實會影響到很多大地的野生動物 可是最主要的還是人 等一下啊 我可能還是要借郭雄的一點對不對 我還是借一下好了 我其實有帶一個資料來 可是我沒有辦法多講 因為我相信時間不夠用 所以我會節省時間 講一些關鍵點 好我們先來講一件事好了 其實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並不是在學故乱車這件事 我其實是在當學故乱車的志工 我專門要讓他不要蓋起來 然後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其實跟郭雄一樣 我其實真的在做的是 在做三秋林的保護 我自己在通宵 苗栗通宵買了一塊地 然後那個地方我現在記錄到有田邊 有石湖 有百里心 有很多野生動物住在那裡 那我們現在住在那裡 就在那邊 開始經營那一塊地 然後種田 然後打算把旁邊的八分地 在牧場買下 可是今天 來 應該不是這個 這個 來 對 這個 對 好 好 放下 好 不好意思 我前面 我要快速跳過 因為前面其實都是我在帶孩子的照片 我基本上剛開始的研究是做灰面狂面 這隻鳥對我影響非常的大 不過呢 我今天要快速跳過 OK 沒事 我要趕快跳過去 這個是我在做的研究 所以 要趕快跳過去 好 好 我現在先講這個 這張其實也是有意思 欸 我在做的灰面狂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是 我們以前都聽說彰化八卦三有一個頁 叫做 人老陰幾萬喜高千 欸 其實跟黑熊的狀況其實是蠻像的 黑熊可能被吃得很少 可是他一隻影響力都非常的大 那黑熊在早期 其實從一百年前開始就是這樣 他每年經過台灣日本都會被吃掉 數量最多的時候可以到達四十萬隻 一年被吃掉四十萬隻 對 一直到現在都是一樣 好 這個是在1961年在日本拍的一張照片 他們被裝箱之後送到日本本島去做標的 然後等到日本開始重視保育之後 獵捕的壓力轉到台灣來 所以 台灣的墾丁 八卦三就開始轉彎入口 這個有機會 我很願意在 你拜我再來這邊講一個故事 欸 不過我要先跳過去 好 所以 我 現在都在帶我的孩子做觀察 OK 然後 這是他出生的樣子 出生第一天我就抱著他 然後 他還沒張開眼睛 看到的就是一隻 你看 OK 好 所以我就是帶著他去觀察室 去演講 OK 然後 去以外 去賞音 OK 好 好 然後 這是我家的牆壁 OK 我們 我們在座都是這個樣子的事情 好 好 這張 這張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被偷拍的 後來在臉書有人傳給我才知道 好 我 我其實在兩天已經開始 做這些事情 但是水果卵真的是沒關係 可是還是要講 這是大天憋 在台灣也消失了 大概 也沒有消失啊 只是躲起來而已 他躲了好幾十年 然後從來沒有人拍到他照顧卵的照片 可是 經過了三十多年 我們在苗栗通校看到這個照片 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所以 我就很喜歡這個地方 好 過了兩年我把那塊地方買下來 OK 這是當地的苦瓜 那我們就一直在這個地方經營 那這是在田裡面的田邊的軟 好 這個我都要找時間來講 這是田邊腐化的戰略 好 那我們 因為買了這塊地 然後跟當地的阿伯也很熟 所以我們就鼓勵他 把他們的民用烏毒 無毒也沒有有機肥的方式去 無毒有機的方式去種這個稻子 我們把它叫做甜蝶蜜 大家可以上午查一定都可以查到 我今天不多講 那那邊的昆蟲非常的多 東也很多 所以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去觀察 好 所以我只要跳過去 跳過去 然後我們 遊行那一天早上 我們要去收歌 然後下午就要去參加遊行 好 這個是從我家看 從我家看 我就可以看到大雪山 在這裡 這是淵嘴山 在這裡 從我家的窗戶 就可以看到這座山 所以我每天都在看著它 我一直在想 如果有一天大雪山坐我的車 這裡的動物怎麼辦 這是八仙山 這是淵嘴山 那這是大雪山的領導 我們每次在這裡走 你就可以看到藍蜜蜜 第一次三槍從這裡面走過去 然後安靜的走 他就可以在我們旁邊走 好 基本上 這個地區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今天沒有辦法一次講 可是大家可以到臉書上去看 反學烏覽車 反對學烏覽車這個關鍵字 可以看到所有的資料都在上面 這都是大雪山拍到的照片 當地人拿來的資源非常的多 包括這些很重要的問題 台灣所有來台灣賞鳥的外國人 他們第一個指定的點 一定是在大雪山 為什麼呢 因為將近有九成的特有種鳥類 可以在這裡看到 我也曾經當過鳥島 我只要帶來這裡 我們可以把大概十四種鳥類解決掉 然後呢 我要講一個小故事 雖然時間很夠 我曾經帶過一個德國人來商量 他有一個壞習慣 他只要想到一隻特有種鳥類 他就要喝三罐啤酒 台灣啤酒 好 結果他去大雪山看完之後 結果下山之後 他就去便利商商買了二十幾瓶子 就在車上奴飲了 都非常的開心 因為一下子全部看完 然後就躺在那邊 然後我就摘到下一個店去商店 然後把他搖起 欸 下一隻鳥 看完之後他又喝二三罐 好 所以這個地方 對大雪山 對鳥們來講 其實是個很重要的地方 然後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的幾項 兩隻 我們 我看到這個畫面我會很感動 這個是雄鷹 這個是靈雕 兩種台灣很稀有的女 居然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張照片 我還看過第三種是花屌 大概三隻飛在一起 然後互相追逐 這種景象只有在大學生看 然後還有 好幾種貓豆瘟 黃雲霄 吳翔霄 賀玲霄 會理一下我幾乎都有 然後 吳郭雄都講過了 我就跳過了 這所有的野生動物 我們都在路上運到過 晚上的時候我們在散步 保持輕生 細 你就可以跟他在馬路上跟著你散步 然後還有三郊 然後還有三郊 然後蝴蝶非常多 好 所以重點來 當這塊熱土被 學股男車一條線畫過去的時候 他不是對西地這樣有困難 他對當地的環境 還有未來的人都會造成影響 好 這個 我都是給跳過去的 因為 資訊認得不夠 我要給大家看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 我要說一句關鍵的話 學股男車這 男車這件事情不是壞事 就國外的很多經驗 或者是 日月男車辦法給大家看 他都不是壞事 可是 台中市政府為什麼把他當炸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他只告訴你好的 卻沒有告訴你壞的 他只要大家接收好的資訊 他不要讓你知道說他影響到什麼 好 我們先來看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資訊 學股男車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他的場站跟路廊使用 都幾乎是在靈班地裡面 而且很多都是在保安品裡面 那大家也知道 古關地區 他是位於大甲心流域 他在1999年經過了什麼事情 921地震 一直到現在 你還是可以看到921地震流下的傷口 而且 只要下好雨 他就會不斷的出界 就像一個霸 你把它挖掉了 它又流血 然後等它結一次霸之後 又突然你又把它撥開來 它就一直流血 一直沒有好 可是呢 我們要在這樣的崩塌地 還有保安員裡面去做輪車 第二個 其實我裡面已經把它縮小一些資訊 而且這個區域又是位在石缸發的水質保護區裡面 也就是說 當開發在這個環境裡面的時候 受影響的不是只有古關的人 他未來影響的是中章地區的人 因為石缸發的水源是提供給中章地區的人 好 所以 其實在學古攬車這件事 底定之前 對於這個地方的地址資料 完全是一點都不清楚 甚至說 我應該說 我其實不是學地址的人 可是我為了這個問題 我其實開始去研究套圖 研究一些資訊 然後就把這張圖整理出來 好 這個是大假信 古關的接在 古關的最繁華的接在這裡 他會在這個地方做場站 然後聽著波軍家山的山腳 開始做攬車的踏步 那這個是內政部地質調查所 所提供的地質調查 這個是就是青年 其實我知道他們有更新的 可是他們沒有放出來 那我所知道的資料是 他們不敢放出來 因為放出來之後 雪骨藍色絕對是波羅的 我想我們應該有機會去把他 把他這個資料找出來 不過97年的資料 就可以看到很多資訊 好 這個是塔柱一 塔柱二 塔柱三 然後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 這邊有一條溪 這個是燒萊溪在這裡 這是燒萊溪 這邊還有另外一條小小的溪 好 所以這裡有幾個標誌 我們可能看不太清楚 可是我都把它寫出來 有小心就會有出現一個狀況 叫做向緣侵蝕 也就是說他會一直向緣頭侵蝕 然後侵蝕之後造成什麼? 崩塌 所以你會看到向緣侵蝕 就在塔柱三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他就向塔柱三的兩個方向去做切實 所以這一個區域其實是崩塌的一個地圈 然後這裡也被標為是 吐石溜溪溪溪溪 兩邊都是 這兩個都是 然後呢 兩邊也都有很嚴重的弱勢工廠 然後塔柱一跟廠站的 應該算是北邊 東邊 東邊有一個圖端子 所以幾乎所有最惡劣的條件 都出現在這條藍車路線很便宜 所以這比清熱透還容易喔 你會做上去你就會中假的 好 所以看完這張圖 你大概就會在想 為什麼歐欖車要蓋在這裡 好 再來 這個是從上方 燒萊希的上方往下看 其實他的漏差非常的大 所以塔柱三、塔柱二跟塔柱一 之間的距離其實不一樣 然後塔柱一幾乎就是從大甲溪的西岸上面 直接往上衝 衝到塔柱二 然後你可以看到沙拉來西跟 湖關這台西 湖關西這裡 湖關西 湖關西 然後是幾乎就是從這個地方崩潰下去 然後這邊的項圓溪溪是更明顯的 他幾乎就在塔柱二的旁邊 所以台中市政府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裡面是說 我們是在這個地質敏感區中間 找到一塊地質很安全的地方 來做卡柱 他的說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找到一個很適合的地方 而且他離公他只有兩三百公尺 應該說有兩三百公尺資源 所以目前還沒有這個嚴重的問題 然後我們還可以做一些 水土保持的事情 然後讓崩他減緩 那如果你們是沈桃園 你們會怎麼想 想想 好 好 OK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做到塔柱四五六七八九 這幾乎後面 因為地質調拉索是有提供這些 而且所有的資訊都是網站上看得到的 我現在都是利用網站去找資料 然後從公部門我幾乎是要派到資料 因為我是借品 沒有參加任何的協會 好 繼續 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比較嚴重的題 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地質敏感區的分布圖 你可以看到卡柱一 二是在敏感區的邊緣 安全的地方中間 有沒有 兩塊幅的中間 這就是安全的地方 然後塔柱一 他也是在危險的邊邊 好 塔柱三 塔柱四 塔柱五 塔柱六 你可以看到其實他都是紅色方園 可是他就是選那個安全的小小點 然後告訴你們這是安全的 好 這是現場 其實我每年如果去古關跟大學山 我都會做一件事 我就會拍當地環境的照片 這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可以去做環境的比對 他三年前 四年前 五年前 到底塊 他的崩塌是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我是做一個比較笨的工作 就是默默的整理資料 收集資料 好 然後 我也因為這樣學會用套別的地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塔柱一 上到古關 他是沿著這樣的路線上去 其實你可以思考一下 又是坐著攔車 這樣一路像大木神一樣上去 然後像大木神一樣這樣下來 然後當你看到腳下都是崩塌的時候 你的心情會是怎麼樣子 其實台中市的我們還是會看到黑熊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畫一個漫畫 我都放在臉書上 大家可以去看 對我不好意思放出我 然後從 這個是從那個上古關的方向 從 然後看古關街頭 他是從這邊做塔柱 塔柱的場站 塔柱一 塔柱二 塔柱三 然後就是 一直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2009年拍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 其实它就是位于一些动态地的边缘 每个点我都是定位过之后 找到比较接近的地点就飙出来了 所以 几乎就会跟原来的 未来的路线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在这样的边缘 坐蓝车里 好 然后从另外一侧单 你看塔树一就是在这样的动态地边 所以你实际去看 会比你在看市政府的那个示意图会清楚很多 3D立体图会做得很漂亮 可是你去现场看 你会觉得 天啊 我怎么会在这边地方坐蓝车 好 然后这是另外一张图 我几乎有很多的晚上都是小孩睡着 我就来做这些很奇怪的事情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Google的地图 Google地图至少不会骗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塔树2 3 4 好 很明显的 塔树2就在向原侵蚀的崩塌地的边边 然后3更近 4更近 也是说只要下过好雨 这边如果产生崩塌 这边的树跟石头跟所有的东西 就会跟着它一起下去 这个就是从地底层才能看到的 好 这个是从上古观看的 它的崩塌会多严重呢 其实这个是在大雪山林到大概27 29那附近 那原本的路是走这一条 可是在封在之后 八道封在之后这台路下去 下去的地方就是沙白星 然后所以就做了一条新的角 好 所以一定会在想 那我们会每次都碰到好雨吗 我们一年会碰到一次还是两次 还是三四年才碰到一次 其实不是 你每年都会碰到一样的问题 好 这个是刘凯明先生 我们也是在点书的反射 反学污染测试堂认识 他提供 他很喜欢去塑形 他有一天就去塑了沙白星 他就提供了这样的照片 可以看到这个崩塌是不断在发生的 好 这这不是雪木蓝车 这个是一个我在日月潭蓝车 新建型的地址 这个是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的小木屋 然后在这个房屋的正上方 就有一个日月潭蓝车的塔柱 原本这个小木屋是很漂亮的 然后也从来没有碰过碰它 可是日月潭蓝车的塔柱在这边 刚开始盖的时候 图石流就下来 然后这边它几栋小木屋就这样被冲了 然后这个就是塔柱 现在塔柱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碰它就在这里 所以 我不用解释 因为我们不是地址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雨量分布跟暴雨频度去看 雪木蓝车这个事情 其实我一直在搜资料 其实有很多旧资料 我还没有办法搜集到 可是我灵灵心心的 从网路上用关键资讯去找 大概搜集到的一些资讯就是像这样子 好 你想象一下 2013年台美台风 在8月22号的时候 排行第一名跟第二名 就是雪岭跟烧莱 然后呢 雪铝车刚好就是 等一下我们来 要轮到前面 不好意思 好 烧莱站的天气车站大概就在这里 然后雪岭的车站在这里 也就是说 下雨的时候 台中是全国第一名跟第二名下 一个地方都在这里 也就是说 向元青史 为什么会这么强烈 就是因为雨下的非常的大 然后呢 还有一站叫做上古关站在这里 然后这三个点 刚好就是铁山 金山脚 每年你只要好雨特报 然后你去看好雨资料 上古关 雪岭 沙兰 一定都是名列前100名之内 好 那我们继续回来看 所以 在新乐客台风2008年 沙兰沙兰沙兰雪岭也是一样 800多钟 好 如果你对这个雨量的概念 没有很清楚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你把AMM改成CM 也就是说 一天之内 它下了87公分的水下 87 然后这个是700 这个还不是最少的哦 然后只要下雨 五关就会像大甲溪就会像这样子 好 我大概稍微整理了几个 比较严重的灾害 1996年赫波台风 我还没有收到资料 可是我知道是很严重的 2014年宇都立台风 稍来战是127 累积云亚是408 雪岭是794 好 你可以看到2005 马沙海风 4号到6号的累积云亚是1383 然后309 你可以看到 几乎都是破千的 1033 1011 98 908 三天累积云亚1000 所以当每一次下豪雨 都有这么多的水 下在雪菇染车两侧的吸引的时候 它的崩塌就会越来越怎么样 越严重 好 平常它是这个样子 很漂亮 然后可以去玩水的吸引 可是下豪雨的时候是你无法想象的 这是横丽山隧道 往大雪山的路上 只要下一场雨就是这个样子 所有的水 你就会被这样子放下来 然后下豪雨之后就是这样子 那想象一下 那想象一下 当两条溪的溪流都超过1000毫米 可是它下雨的水经过沙凡溪 最后会冲到大甲溪 而且它的下雨最下面的三角的地方就是五关市区 所以五关市区只要是靠近大甲溪旁边的一些温泉旅馆 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灾害发生 这是八八风灾 这是大爱 风势大响 这是五关 你可以看到这个温泉旅馆 你的温泉汤屋 就泡在大雅基里面 好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大雪山也是台中市区 台中市区落雷最平凡的地方 它的平度跟目前猫空蓝车几乎是一样 猫空蓝车大概一年的落雷率 落雷量大概是650米 雪菇蓝车是620 它的预定是628 一年平均是628 也是说只要打雷 就会打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没有办法去统计这个量的多少 可是我每次去大雪山路 最喜欢拍的就是这个景观 这个是在48K的观景台 你只要站在观景台上 看大甲溪流域跟五关地区 你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有很多被雷及的树在这里 每一棵树就是代表被雷及刺 然后我们的缆车就是盖在这样的地方 那记不记得猫空蓝车 只要碰到打雷就什么 也就是说直呼缆车 未来也会面对一样的问题 只要下雨 蚝羽 累积 强风 他都要停死 好 这个就是质量 105到102年的雷及次数 合平均高达628次 平均一天两次 这个是平均而已喔 冬天 冬天当然是不会打雷 所以它的这个平均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这个雷及次数 几乎都是在哪里 夏季跟初春的时候 好 这个都是我去拍 好 再来 我还要再从环境承载量去看雪菇缆车 其实 丛林物群的功能资料 还有我们目前搜集到的资讯来讲 雪菇缆车如果盖层之后 它的运量大约一年可以到74万人 保守估计是到59万人 也就是说每天会有2000 你27人到1616人次运入大雪山 可是实际上呢 大雪山的环境承载量 大雪山的环境承载量 一天是2200人 也就是说你开车进到雪菇缆 大雪山去玩的人 一天就已经大概是2200人 然后如果你再放雪菇缆车进去的话 也就是说每天会再增加2000人 所以已经超过那个环境承载量 可是雪菇缆车的设计很有趣 它每一个小时它可以在950个游客上去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小时950个人 8个小时多少 将近7000人 7000人跟承载量2200人 落差有多大 也就是说如果台中市政府真的愿意做环境承载量的管制的话 到了第一个小时900人上去了 他就必须要继续 对不起我们不能再上去了 你要等上面的人都下来才可以再上去 那多出来的人要怎么办 就是在古关街投房对不对 然后等到开放大家再上去 那为什么会限制这个量 其实是有原因的 一个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污水处理系统 就只能承载2200人 好那再丞相一下 如果7000人全部都上去了 怎么办 好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不要上厕所 你到底关在上厕所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 我就要增加什么 当地的污水处理系统 然后我要提供住宿 盖饭店 盖更多的污水处理商 让更多人可以在里面活动 那另外的问题就出现了 坐缆车上去的人 是不是没有活动力 从收费站到大雪山的其他地区 大概要有15公里左右 所以你需要2000称赞 2000多个人到 4000多个人都必须要有车子 那你要怎么办 一定要增加什么接驳的公车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设施 对不对 所以对大雪山来讲 驱骨暖车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你会放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进去 然后会有这么多的污水 会从大雪山流下来 好流下来之后他会去哪里 大甲西 然后大甲西一直流流流流流流流 流到死干霸 然后最后谁喝下去了 台中市民的彰化线 彰化线 OK 所以大雪山 那其实真的是有在做总量管制 到了2200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这个路标 路上设立起来 说对不起不能进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 当雪库缆车开放通勤 有这么多人都被一些总量管制 你不可以再进去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样的冲突 好 所以我们刚刚没有看到 我刚刚也是才8个小时 其实7个小时就6720 然后顾问公司建议是每天进行 3500人的总量管制 可是实际上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 游客者的量是2000 他已经超过他的两倍 OK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反对 他概念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你每天如果有3500人到4000人 同时开车到谷关去的时候 好 也就表示你每天都会多出 将近1000辆的车进去 好 那你想想看 在假日的时候 谷关地区其实已经是人满流汗 而且车子非常多都没有地方 那当又有1000辆车进去的时候 谷关地区要怎么去消耗 然后呢 从东四到台八 他经过台八仙道谷关的车 车况 路况又不是很好 他只有2000道 也就是说当地的居民必须承受 每天都多出1000辆车的影响 所以台中市政府其实也有在思考别的方法 这个是未来他们正要做的 我今天没有放进去 可是我可以稍微讲一下 第一个是台八仙拓荒 他们要把台八仙拓荒 第二个他们打算把以前大雪山林铁道的 谷关道东四线的小火车 重新再做起来 这个是已经在规划了 你还可以查到资料 然后第三个是他们打算把所有的 多出来的车子引导到松鹤部落 所以他们要在松鹤部落 盖口很大的谷折场 然后再用结果通知把人载到谷关去 其实是我们目前收集到 比较明显的一个资讯 也就是说 整个大甲溪流域 会因为雪谷软车有更多的开发成果 可是 如果大家常常去谷关或经过大甲溪 你可以知道 这条溪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开发 好 所以这就是他的 他的预定 他们打算拓换把台八仙 然后咧 把松鹤部落 全部规划成 停车场 接火车站 然后还有铁马翼站 另外还想做一个环状体悟 有机会大家自己去看看 我们就要多说 好 那如果从Google的资料来看的话 从谷关一直到大雪山的缆车站 其实他的落差非常的高 也有将近有六七百分之以上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是一个大陌生 好 这个我刚刚也有讲过了 其实这是雪崎西洋站 沙拉西洋站 上谷关西洋站 雪乌缆车的预定路线 就在这三个站中 你看 刚好是三角 也就是说全台中雨下最多的地方 那就是这一圈 好 我稍微讲到这一圈 其实后来有很多资料 我后面不想放出来 可是 从环境的承载量 雨量 地质 还有他的土石流 对 差不多 我大概也觉得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大概看得到 在先天条件上 雪乌缆车基本上 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路线 我相信如果今天 开放给大家去做审查的原因的话 大家应该自己知道答案在哪里 可是 目前除了所有天后条件 地址资料 我们还会加上野生动物的影响 这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一场灾难 而不是一个很好的交通建设 甚至有些居民还认为说 雪乌缆车盖起来之后 他还可以提供 当地的居民 运送农产品下山 而且 这个是 我们真的听到 有很多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然后 甚至连一些 名义代表是真的 可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可能的事情 好 所以 我今天稍微讲到这里 其实 很多的资讯 我们都已经放在 面书上面 大家可以自由下载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的资讯 大家可以自由下载去看 然后 有错的资讯 你也可以提出来 所以 我的部分就到这里 然后 等一下 就是请郭律师 稍微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 希望大家能帮忙 担任 好 谢谢 李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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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只能开放三个问题 你可能只能开放三个问题 那 是不是要用 抢 抢 抢举手的方式 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 可以 但是要请问多重 或是 李老师 机会难得快 不然我就要问了 好 好 我们请 他说还有一些资料 是不是请他进去 蛤 真的吗 不要啦 不要 听说外面 有spy 就是那个 负责做管理品的 那个开发公司 在外面 你还不来啦 真的吗 我今天有 就是从那个 我今天有得到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消息 我今天有得到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 有内幕传出来 因为大雪山上面都没有换店 然后呢 大雪山上面准备给阿拉哥来家去房间 然后呢 名单是谁 是什么厂商 然后台中市政府都已经是预定好 本来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台中市政府要打假球 就那几个那个规划的那个路线 竟然要花到一亿两千万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一点 这个给我的话 一百二十万 可能就比较开了 那就是搞不到几张图而已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一亿两千万 让我认为是台中市政府 你怕假球 什么叫打假球 他故意就是 想出一个 好像感觉是天马行空 然后一定都会被 被反对的一个工程 我说实在是稍微有一点正常的人 都会去反对这个工程 知道说大雪山是台湾的生灵之宝 这是一定要去保护的地方 然后呢 而且学乎烂车之前 台湾其实就已经有好几个失败的经验 而且从经济利益上面的考量 这是根本不可能赚钱 你要叫任何一个笨蛋 都不可能去BOT这个工程 所以最重要就是说BOT的时候 它那个钱是从政府那边去拿 就是政府协助那个厂商从银行拿 然后最后倒账的话也是从银行那边倒账 等到30年之后这个BOT的工程再还给政府 请问一下你是政府 你要不要一个用了30年的软车 你要不要 你不要嘛对不对 然后这个租金的收入 能够带给台中市政府多少 完全都没有这些评估数据 所以我认为说 这是一个就是专门为某一些厂商 去打造的一个黑暗工程 然后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办法去从我们的 这个台中市政府的预算里面 去消耗掉1亿2千万 然后呢 它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要在大雪山上面去盖饭店 而且盖的这个饭店是车子可以开上去的 然后它是想办法是从饭店的这个部分 是有比较大的营收 而且以阿拉拉来说是非常喜欢在 国家公园保护区里面去开饭店 这是我今天下午得到的资讯 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其实大家也知道老包通也是亏损连连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缆车路线 那另外在7月3号 有一个北投缆车的这个环品 也是被撤销了 这个案子搞了15年 而且搞掉了好几个 就是这个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处长 都被抓去关了 因为一个原本11亿的预算 最后一直追加 追加到30几亿 结果最后呢 没有改成 这个环品被撤销掉 那主要撤销的原因是认为 就是这些台北市政府本身 就是开发单位 可是他自己求援兼裁判 也担任这个环品委员 不是 因为有官派的环品委员 结果就过关了 所以后来就认为说 像这种案件都应该要送环保署 不能够由地方你自己求援兼裁判吧 他这个环品给他通过 所以这个案件到前几天 我们认为记者会之后 他就是认为自己跳出来说 好 没关系 我们就送 我们也不排除送环保署 他目前的答案是这样 当然我们 其实我们 我们之前觉得大家都觉得 这个 这个是不会过的 但是 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像那一天 他就有一个规划费 光规划费就是一亿 一亿两千万的规划费 但是很离谱 那就是靠这样子 然后在这一项 跟刚刚李老师讲了 可能又周边又开始做一些开发 又从中获取一些 有一个工程上的利益 好 那我想时间上的关系 还有没有赶紧 最后一次机会 对 诶 诶 只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刚才很多的资料 都是focus在山上 像台中人大部分都没有机会去 就是不管是在我们 日常生活教材 或是委会里面 去对山上的了解都很有限 就是毕竟我们的生活场地都在平地 所以我的问题是 就是事实上 现在从国道4号延伸 就本来是我们是做规划的人 就有机会把很多的人 扣得在风源 然后好好的在风源去构思 怎么样把这个世故的人潮 搬到山上来 可是很显然就是 这几年来 这一个魔咒被打破了 就是这个国道4号 打隧道进到东市之后 第一个就是 东市就很会跟狐狸是一样的 它就会涌入 就是因为车速快 它就会把人潮就带到东市 那带到东市之后 除非说东市有这个能量 把人厚得在东市房间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去找一面 否则 这个国道4号延伸 那个生活圈道路快速到东市 进到东市 它马上对台发现 就是这十年来 十几年来 从地震之后 我们都一直希望台发现 是一个修身养性 就是那可以让它休息的一条道路 所以我不知道 从两位的见解就是 现在从这个国道4号 生活圈道路把人带到东市 然后 人因为可以快速到东市之后 就会更大 然后甚至就是所谓的商机 现在很多人是文造商机 然后进一步的 不管是通过轨道 原乃和这个 八千山铁道的副石 或者是说 台发现的加宽 这样持续的再进去 有没有必要去调整 这个大雪山山林游乐区 跟雪花国家东原 甚至八千山游乐区的范围 因为这个三千多公顷 很显然的 刚才这个 这个 那个 波雄 就是那个 大雪山 他的这个范围 就是明路区管辖的范围 大概是三千五百多公斤 三千六 所以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路径 也就是说 去扩大这个 森林游乐区 甚至进一步 把森林游乐区进一步 重新定义 干脆就 把台发现东市 要进台发现 好不好从天龙这边 就开始 就把它画成是大面积的国家公园 由这个方式 有没有 来组合这个 这个任何的 所谓的台发的想象 否则 现在就法理基础来讲 其实 你说他如果环品真的过来 森林游乐区的确是一个 不是不欢迎忍的地方 就法理基硬来讲 是游乐吧 你说你刚刚一直在强调森林 可是很显然的 游乐也是它的机能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说 这一个路径 是不是有尝试的东西 我讲话讲说 一个 其实从 从天冷 离人一直到 如果你去看当地的一些 物产资源利用的话 其实大亚新岩案 其实都是已经 都是人为开发的环境 你如果要把它画为是 保护区 或者是国家公园的范围 基本上一定会比 薛库朗车造成更大的范围 我想这一点一定要说 第二个 这些人为开发的地区 其实也不是延伸的东西 甚至密集出现的场地 所以把这个地方划分为 保护区或国家公园 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 反而是 雪骨缆车 它所经过的范围 有一个很重要的很关键是 目前它也有很多地方 是属于原住民保护区或是保安寗 那保安寗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什么 它主要就是 就是只杀捍卫国土 如果现在雪骨缆车 它现在要做的就是希望保安寗可以解编 那解编之后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它就是干领车 那这个例子一开 未来所有的国家建设都可以用这个例子 我希望你接触保安寗 让我们可以盖什么 问题是保安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捍卫我们的魔徒 不要有崩塌 不要有水土保持的问题出现 我长话短说是这样子 好棒 这样子我刚刚的问题 因为我对这个地方 我了解蛮久了 我来做一个说明 大甲溪正好是创越过水山山脉 所以从隔击水埠一直到这个溪 这个地方被一个峡谷的地形 那这个峡谷的地形 就刚刚那个李老师所说的 这个地方正好 正好如果台风从东边过来的话 这个水转的时候 在它登陆以后 它越过从台湾海峡过来以后 正好在淫朦坡 所以正好这个烧来跟水底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 这一个雨量降雨的区域 这个地方是一个崩塌地 雨量很大的地方就崩塌很严重 那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 我们台湾非常独特的 在海拔1500公尺 到2500公尺 这个云露带里面的快墓里 怎么叫快墓里 就我们台湾非常独特 非常特殊的 刚刚可以到50公尺 胸镜超过2公尺 比比黑市的吧 这样一个生理 它的生理的年龄 这可以超过2000年 甚至到3000年 但是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在过去的 这个大甲西南岸 就是所谓的八仙山森林游乐区 巴塞治也有一句 叫什么 叫八仙山林场 砍完以后变成森林游乐区 森林游乐区 变成环境教育圈 变成环境教育圈 北边呢 就我们大水山 叫森林游乐区 当然之前叫什么 叫大水山林场 这两个林 这两个 一个是嘛 一个是日据时代 就是三大林场 一个叫太平山林场 一个叫什么 阿里山林场 一个叫巴金丹林场 这个砍 我们台湾就是最漂亮 最好的这个森林区 接下来大水山林场 是最后院嘛 一个开花的区 本来打算是开花80点 所以80点轮回 轮回的嘛 一个 叫森林游乐区 我把一块土壁要开花区 譬如说有800公斤 我把它化成80块 每一块这10公斤 我今年砍一块 重一块 砍一块 等到我80块砍完以后 我第一块已经80了 又可以继续砍进去重 叫什么 永续经营的一个方式 但是没想到 1960年代7年代的时候 引进了美国最偏近的什么 这一个嘛 这一个营业的操作工具 再不到20年就把 就绝不把它砍光了 好 所以说什么意思 本来这个地方最容易崩塌的地方 雨量最大的地方 森林全部的嘛 可以长2千年3千年把它 稳不了就砍光了 久一地震以后 真一样的嘛 就崩塌最严重了 现在目前这个雨量会这么大 在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 你说 这个地方还要怎么 还要引进这么多人 在这个地方要怎么 要可以做这么大连级的开花 你觉得会如何 我在讲最后 为什么坏木这么好 我们家已经怎么 已经不再砍坏木 对不对 但是既然啊啦 来到台湾 都要坏木 对不对 所以来什么 这些造成去年人 为什么同稳会 会有去采取所谓的 枯塌木的这个时间 因为太多人需要跨木 好 那我们台湾现在目前 有一批六块木怎么来 叫做都庚 以前是叙时代的 这些老王子 木造的王子 把它清掉 把它把里面的木材拿出来 再把这边抛一抛 继续再使用 这是目前我们台湾 现在最主要的 快木的燃源 所以什么意思 这快木是什么 是很不容易不烂的 所以 我们都知道 森林砍完有什么 会有问题 对不对 但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砍完就会出问题吗 根都还在 什么时候出问题 当这个根烂到的 没有追逐宝石能力 已经没办法把这个土石再抓紧了 在这个最容易崩塌的地方 在雨量最大的地方 我们九一地震一往 已经把整个地震一往 全部都弄弄散掉 我前天台湾正直 刚从大雪山做到古关 我们台湾正在随会办一个活动 来翻查 沿土经过的地方 有非常多了 这叫土 这叫石头沟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为什么在山里面 有那么多大的石头怎么来的 经过九一经我们就知道 这些石头怎么来的 就是地震的时候怎么 崩塌下来 只是我们以前都没有碰过 我在以前的时候 我也很多很多生态问题 都想不通 那九一地震以后 我们慢慢慢慢都想通了 所以这条中横这条道路 从1950年开 正好是台湾最稳定的时期 但是从特国灾变以后 我们台湾就进了一个马 一个非常严重叫什么 叫做崩塌的马的一个循环 加上我们过去在这条溪的两岸 最危险最容易崩塌的地方 我们又把它什么 把本来可以稳固的 换木林全部什么 全部清光光 现在目前又差不多已经烂到的 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么多人 把这么多的电建设 把这么多的东西往这个山上去 你说以后会怎么样 希望我说的事吧 都是不存在的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会希望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多多喜欢我们拍的黑熊的 那个动态的影像 在大雪山上面 没有 这个我今天不知道 我们是很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在山里面 就这么快乐的碰到一头熊 顺便跟大家讲熊其实不会很危险 就是我同事 他在野外碰到熊 这头熊 这头熊离他非常的近 熊完全没有对他做任何的 就是跟大家想像不一样 熊就很自然而然 就在那边找食物啊 然后很自然 他并没有因为警戒或怎样 所以其实熊并不会主动攻击人 然后反而是只要很紧张 那边画面一直转有没有 对啊 因为真的很近 对啊 碰到熊 如果你们在大雪山碰到熊 就是这样 如果熊没有对你们 请让你们就是慢慢往后推就好 如果你们很不想碰到熊 你就发出一些声音 譬如说在山里面讲话啊 就是讲话或是有一些铃铛啊 就可以让熊知道你在这附近 然后熊就会去离开你了 来 希望我们三里里面熊会有很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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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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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师 还有我们今天的几位讲者 那其实活动到超最后 我们都还是要固定 你看这个 欢迎易住 这样的 因为今天很多朋友 第一次来到哲学星期五 那可能不知道我们哲学星期五 怎么运作 那我刚刚提到说 哲五运作的方式 就是我们靠着有一群志工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维持这个场地 固定每个礼拜五有这些活动 然后邀请一些奖者 那可能会有一些很基本的支出啦 那比如说有些奖者的车马费 还是什么 那我们当然 哲五是不收费 可是如果大家如果行有余力 就欢迎 这边可以把你的零钱铜板 还是就可以丢进去这样 那其实我们在下个礼拜 我们一样每个礼拜五晚上 七点在好办这里都会有哲学星期五 那所以大家可以把手机拿出来 因为很多人第一次来 那第一次来 你的手机可以上网 然后赶快上点搜寻哲学星期五 台中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固定收到 我们每个礼拜的活动的通知这样子 那跟随我们的粉丝页 来update所有的消息这样 那我们下礼拜 基本上我们要谈论的 也是跟生态亚词会有点相关 那下礼拜我们会来 谈有关于白海豚 那样的生态亚的问题 那也欢迎下礼拜 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 继续来到我们哲学经验人 来好办这边一起来讨论分享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我再讲最后一句话 其实学乎缆车 有一个很明显的前车之境可以参加 我只要讲这句话大家就可以 看看阿里山 喜欢讲大学山 谢谢 好那我们活动到这里 那如果 你如果后续有问题 你害羞不敢讲的阿 我们讲者什么都还在这边 你可以去跟他做一些交流 活动这样好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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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